专画是农业大县 农委会台中区农业改良厂 肩负起农业技术创新与辅导重任 在台中农改厂创厂12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中 推出原艺作物及智能省工体验趴 邀请场观学界共同来体验 加速研发成果之扩散应用 我们会办这个就是台中厂在园艺作物方面 负责品种育成跟栽培技术 所以趁120周年的时候 我们就把相关一些成果展示出来 包括品种育成 然后种苗还有栽培管理 还有能量加工 还有疗育的部分 希望呈现我们的能量 也希望我们这些研发能量 可以推广到业界 然后来加会我们的国人跟农友 在这次展出的项目中 有水果蔬菜和花卉 其中占台湾将近一半产量的杨洁梗 更是开发出水耕栽培 可以打破植物连作的障碍 这个技术有些好处 就是说第一点它的山梁 可以增加三倍 还有就是说现在人力缺工的问题 如果我们用水耕栽培的时候 它可以生人工 不用地草 也不用做过 肥料跟農友 都给盐酒 这对我们整个环境来说 是有很大的改变 另外农改厂也研发利用 茄子头接番茄 降低番茄的得病率 因为我们要让它更好管理 因为茄子头它会耐水 后面抗病菌得好 所以说我们盐酒 接着茄子面顶 让它能够好管理 出来盐酒更好吃 本次活动不只是分享台中农改厂 园艺研究和创新120年来的成果 更是加深和产业各界的交流 面对后疫情时代贸易局势 净零碳排议题 以及技术整合智慧生产等新时代挑战 使中部园艺产业朝向下一个夹指发展 公民频道黄诗婷大村采访报道